好,刚刚我们在看的是BigFi的编码 但是因为我们的电脑的系统预设本身就是BigFi 所以它显示的出来 我们那一个很简单的程式显示的出来 那我们要测试说 OK,我如果输出这些码 在荧幕上它会显示什么 其实我只要输出一个字元 连续两个字元 第一个字元是A1 第二个字元是40 它就会显示出A140这个码所代表的字 所以同样的如果我输出的是A440 那它就会输出连续两个字元 第一个A4,第二个40 那它就会显示A440这一个汉字 那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两码的方式 透过percent c,percent c 请注意为什么我要写两次percent c 那我把两个字连续输出 其实它输出的是两个码 两个字元码 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它本身就是BigFi的系统 所以它在萤幕上显示出来就会变成中文字 OK 这样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里各位可能弄到这里 你还会是会觉得很不是很了解 因为因为这个程式呢 它它其实是列出所有资源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看下一个程式 你就会更清楚 我们BigFi它是用Rskey的后段去做编码 就是127以后的码去做编码的 那所以它原本它还保留着英文码Rskey的前段 那些都是用一个byte去表示的 那后段的部分才会用两个byte去表示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OK 128以后才是 如果第一个码手码是128以后才会是BigFi 如果是127之前的话 它其实就是英文 或者是那个ABC那些东西 0123那些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它是128以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大致上认为它是中文 在这样的编码系统底下 但是真正更精确的是说 BigFi的区域其实只从A1到F9 16进位的A1到F9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锁得更精准一点 从A1到F9我才认为它是中文 否则的话我不这样认为 那这样有一些好处 因为如果你范围更精准 就不容易造成一些困扰 困扰是或许别的区域也有人拿去做其他延伸用途 所以在从前我们DOS的时代 这个常常造成困扰 因为有些软体它会用128之后 再去做别的用途 结果变成什么AutoCAD的控制码 或之类的 那就会冲 所以我们接下来为了要更精确的展示 BIG5是怎么编的 我们来输出一个BIG5的字串 但是其实你要把输出中文 各位写C元 你会发现我都可以输出啊 没有问题 但是你真的知道你是怎么输出的吗 那是个问题 我真的知道我的程式输出中文 它是怎么输出的吗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执行这个BIG5Print的这个程式 那它执行的结果会是这样 第一行呢 它其实两个都是输出 Hello你好BIG5 但是第一行呢 它输出的会变成Hello 然后呢 第六个字它会变问号 第八个字也会变问号 第十个字也会变问号 为什么六八十会变问号呢 因为这三个字都是在127以后的 所以它根本就印不出来 所以变问号 那第七个字呢 其实是一个中文字的后半码 那结果它刚好是A 第八个字呢 是第二个中文字 这个好的后半码 结果它刚好是N 那第十一个字呢 它是这个惊叹号的后半码 所以它刚好是I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输出每一个字 我该怎么办 我碰到中文我要跳两个 我才有办法正确的输出每一个字 所以这边我就很正确的输出每一个字 而且我为每一个字 编了说它是在第几个byte 这前面是代表第几个byte 那后面呢 就是它的符号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hello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你 这边也可以输出正确 但这里是错的 为什么这边我是每个byte都给它输出 所以它根本就印不出来 这边呢 是我一次输出两个byte 所以它可以印得出来 好 那 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680的你好金碳号 在第二排输出正确了 但是在第一排 因为我都只输出一半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显示 那我们的程式码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 设定一个字串叫hello你好bigbyte 然后呢 对一开始呢 对每一个byte都输出 每一个byte都输出它的位置 和它的字元 结果呢 在中文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就会变成问号a问号n问号i 那但是到了英文的时候呢 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到了英文 就英文的部分 bigby和hello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我今天是用这个 第二个回圈去输出 你就会发现说 我在做什么呢 我从i等于0 i小extreme length开始数 没有错 但是我后面没有用i++ 为什么不用i++呢 因为有时候要加1 有时候要加2 什么时候要加2呢 中文的时候我要加2 什么时候要加1呢 英文的时候我要加1 也就是127以前的 其实我都要加1 127以后的 我其实都应该加2才对 可是我们范围锁的更小一点 我是用A1到F9 去锁 其实你用127 大于127 其实你就可以让它加2了 也可以 那这时候这样印出来的时候呢 这一个后围圈比较长 但是它可以正确解读中文字 前面的这个呢 不行 因为它其实都把中文字断开 变成两个字了 OK 好 那最后的结果呢 其实你透过这个图 大概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单一byte印出的结果 这个是根据手码来解读 就是如果它是中文的话 我会印出双字 双字 OK 那最后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输出的是这一个 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 好 我现在呢 这边 我还没有把BIG5PRINT下载下来 所以我去下载一下 BIG5PRINT 好 在这里 这里 我把它下载一下 download 哦 不对 我应该是下载这个 download 好 那我把这一个档案呢 call一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 试义员的资料夹里面 贴上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程式嘛 好 它长这个样子 好 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字串 我们是用 直接用 中文的写法 写在里面哦 那你 你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诶 当我这样过去的时候 它真的跳了两格 为什么它会跳两格呢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Nopay有处理这个东西 如果Nopay没有处理的话 你会发现它只跳一格 而且可能显示的时候会变成乱码 那你可以去用一些比较烂的那种 纯英文的编辑器 你就会发现 那我怎么证实这件事呢 我们可以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 ask it to hex 我们来试试看 ask it to hex 外挂模组 哇 这样也看不出来 抱歉 好 那我记得它可以 直接用16进位来看 我看一下在哪里 外挂 应该还是在外挂模组 ok 不过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看到那个功能 好 那没有看到那个功能就算 就是 大致上呢 如果你用16进位编辑器来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的状况 我们去下载一个16进位编辑器 好 16进位编辑器 啊 free的16进位编辑器 好 这边 has edit 看看 诶 这里 has edit 看 伟基百科推荐哪一个呢 好 没有推荐 好 那我看一下 这个 s edit 好 就下载这个吧 试试看 希望没有病毒 乱装一下 乱装一下 原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要我 这个是直接执行档 好 那他要我直接把那个档案打开 那我就把刚刚的那个 啊 输入档 好 就 就刚刚那个好了 啊 就我们的 的 这个 bigfireprint.c 这个.c 档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变成什么样呢 哦 有点小 这个16进位编辑器的 显示有点小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显示不出中文 那 但是呢 显示不出中文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中文在哪里 我们的中文在 s的后面 hello的后面 有没有看到 hello的后面这里 a741 有没有 这个a741 这个a741 其实就是 a741 就是你 ok 然后呢 a6 61 这个就是好 ok 然后呢 a149 就是惊叹号 好 这样了解了吧 他是用两码的 但是你看到英文的部分 他都只有一个码 英文的B 就是62 然后呢 i就是69 g就是67 ok 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他怎么编码 我们用了一个16进位编辑器 不过这个编辑器不是很好 它显示中文有问题 好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我们写的 这个程式 它可以印出来 好 印出来 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刚刚已经把它下载下来了 BIG5 BIG5 print GCC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印出来的结果 第一排 有问号 好 好 这代表因为它被我们强制拆开成两半 所以有问题 好 那第二排呢 没问号 好 所以它是正确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你 好 好 和金灯号都正确的印出来 好 那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仔细看一下 这个程式 好 那 看完之后呢 我们请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好 这个简单的修改是什么呢 就是 呃 请你把这个程式 改成 只输出 中文的部分 英文的部分忽略 好 那很简单哦 只要删掉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各位试试看